今年11月,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,于是,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儿,先任美国总统、助理和白宫顾问伊万亚,是否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? 成为很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,个人认为,有可能,也不太可能,特朗普有意培养伊万亚从政,伊万亚最近关掉了自己的服装品牌安心从政,确实说明有有野心和雄心,但是外界普遍认为,目前伊万亚主要就是辅佐特朗普。 至于伊万亚当美国总统,那是比较遥远的事情,伊万亚要成为美国总统,甚至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,确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 第一,伊万亚还很年轻,还很难泰,刚刚超过可以参加竞选美国总统的35岁的年龄。 第二,特朗普不仅希望顺利完成本届总统任期,而且还想连阵。 所以,伊万亚参加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可能性大不,参加的不大可能,当然不可能当选。 第三,美国的富婆富婆多的是,伊万亚要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,不仅要想机遇,更要想时间,也许伊万亚成为美国总统容易些,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真的难。 第四,目前最有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,的是两位美国前总统夫人,一个是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,一个是奥巴马的夫人米歇尔。 如果伊万亚与这两人竞选,尤其是与米歇尔竞选,胜算的可能性很小,当然,也不是说伊万亚绝对不能成为美国总统或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。 特朗普不是被认为不可能成为总统吗? 然而,特朗普确实成为了2016年国际政坛,飞出到最大的黑天鹅,目前,这只黑天鹅还想变成白天鹅,连干两届八年美国总统呢? 在美国,有钱就可以参加竞选,参加竞选就可能当选,应该说,伊万亚现在万事之备,之前东风。 不过,由于受特朗普的影响,伊万亚已经几乎被特朗普通话,伊万亚即使参加2020年,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,当选的可能性不大。 特朗普对美国民众的伤害太深,在国际上的影响极坏,不仅特朗普个人逐渐变成孤家寡人,而且美国在特朗普的错误,带领下正在走上衰落的不归路。 所以,美国民众不可能让特朗普,或者类似特朗普的人继续掌舵,他们希望选举一个只有稳定性和确定性的总统,能让他们不是每天都生活在坦克不安中。 正因如此,伊万亚即使可能成为美国总统,甚至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,都应该不是短时间内的事情,这取决于很多因素,其中至少包括三个因素。 一者,伊万亚本人是否参选,二者,特朗普的坏影响何时消除,三者,对手的竞争力到底有多大,不过话说回来,伊万亚当不当美国总统,能否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,用不着我们这种去刮群众关心,呵呵,毛开云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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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